高举旗帜拉起布条 不断吹哨高喊口号 抗议游行一路行军进 法兰克服机场 群众情绪越来越激动 机场外抗议人士同样激昂 民众甚至在马路上跳起舞来 德国掀起新一波的罢工潮 德国服务业工会数百名地勤人员 发动24小时罢工 造成当地八座主要机场 完全瘫痪 航班时刻表上 从头到尾看到的都是取消 取消再取消 超过两千三百架航班全都停飞 影响到三十万名预客 抗议航空公司不愿商讨加薪 尤其在乌尔战争和疫情双重打击下 能源价格物价飙升 但唯一没涨的就是薪水 根据路透社报道 德国政府预期经济会从今年春天好转 更将2023年GDP预测上调 但不料去年Q4的GDP却收缩0.2% 专家认为这可能代表德国经济正步入 温和衰退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